其實大腸癌的分歧是視乎腫瘤入侵腸道的深度 附近的淋巴影響和有沒有其他地方的擴散 我們通常常聽見是一、二、三、四期 其實一期意思就是早期的意思 簡單來說腫瘤只是在腸道裏 而沒有其他淋巴擴散 亦沒有其他器官的入侵 而第四期的意思就是最後期 意思就是腫瘤已經不在腸道裏那麼簡單 其實已經擴散到其他身體其他地方 而常見擴散的地方就包括肺、肛和頸的淋巴 其實大腸癌的治療是視乎其數而決定的 如果大腸癌沒有任何擴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手術方法處理 手術方法處理簡單來說 就是將有問題的腸部割除去 連附近的淋巴 可以的我們都會盡量幫它 折搏一條大腸 除非是一個腫瘤的位置 很近的肛門位置 而我們不能夠作一個折搏 我們便會做一個叫人工做口的東西 如果假設這個手術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做法 都可以用微創方法處理 其實以前就可以用傳統手術方法 傳統手術的意思就是開一個很大的傷口 就將這個腫瘤清除 現在因為技術的發展 我們可以用到微創的方法 微創方法其實我們都是要在肚子裡開的傷口 只不過傷口會比較小一點 而裏面做的手術的過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因為傷口細 所以手術口病人的康復 和病人手術口的痛楚其實都會少一點 但當然做完手術之後 我們亦都要視乎我們割出來的腫瘤的期數 而決定病人之後 需不需要再進行一些 譬如電療 化療 或者標靶的情況 但如果假設腫瘤已經擴散了的話 可能手術方面未必會處理得到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可能我們會用了化療 標靶等 治療方法先 然後再看看去跟進腫瘤的情況 之後再看看可否再用其他方法處理 其實大腸男的復發率是 視乎期數而決定的 所以第一期的復發率 其實是相對來說會比較低的 相對來說我們計五年的復發率 可能大腸男的復發率是少於5%的 所以我們才會提議 可能要及早去發現大腸男 而作一種根治 希望我們可以盡早處理得到 而如果期數越高的話 其實我們會在熟後 會加上化療 或者標靶等的治療 希望將我們的期數去減低 這樣令到復發率也可以降低 如果要說高位人士 當然是說有家族史的病人 我們視乎病人本身有多少個 家人是有大腸癌 還有家人是多少歲會有大腸癌 其實普遍來說 如果家人的一個近親是有大腸癌 而他是50歲或以上才發現 他普遍來說患大腸癌機會率 會比普通人多2至4倍 但當然如果越多近親 或近親是越年輕去發現大腸癌 他的機會率亦會增加 除此之外 除了家族史之外 其實有一些病人 譬如他有一個長期的腸癌 又或者一些特別的炎症 譬如黑牙肢症等等 這些亦都會增加患大腸癌的機會率 當然另外可能和生活習慣有關 如果可能生活習慣不規律 飲食不定時 不多運動 壓力大 或者吸收得太少 纖維等等的情況 相對來說 患大腸癌的機會率亦會高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